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正是黄河聆讯的时候 冰面融化得很快 接下来的一幕简直是显向还生了 3月12号 这天天气很好 下午三点多钟 摄影爱好者王小辉 蔡佳和几个朋友 正在包头黄河北岸 兴致盎然的拍照片 忽然一位老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有一个从远方100米左右的地方往我们这个方向走的人 从光线角度上来说 他正好拍个立光的冰面上的反光白 特别白 加上他立光一个人 给人感觉到特别能拍一个很好的片子 他特别像那个大片一一孤行李那个主角在雪地里走 他当时我们还说 在冰里走 挺帅的 你知道吗 这就是蔡佳拍下来的照片 一位老人距离岸边五六十米 正从河里往岸边走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 就让蔡佳吓了一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们就是那种钓鱼嘛 盯着那个应该是鱼带和那些鱼具之类的东西 落水老人是七十岁的王大福 就住在附近的南海 今天的黄河冰面上是专门钓鱼来的 很快 消息就传到老王的家里 我一听坏事儿了 因为我知道他钓鱼去了呀 吓他姑娘都哭了 难道就不能有人一把家王大福拉上来的 岸边的王小辉发现 距离老人三十米外的冰面上 还有一群人在钓鱼 仔细数总共还有十二个人 在场的群众要大家多想着去救这个人 然而附近的几个人跑了十多米后 却不得不停地下来 因为冰面上不定的地方 浮兵已经裂了铺龙了 不知道哪个地方那个冰容易薄了 就掉下去了 王大福落水 说明冰层融化的很快 按说其他十二个人 该引以为戒赶紧上岸呢 可是为什么却偏偏没有上岸呢 河边上冰已经开了一个三米多块 但发现那个冰面可能融化的也都挺害怕的 原来包括王大福在内的十三个人 全部被困在黄河潭 十三个人分散在距离岸边一百米远的冰面掉落 浅陵河岸三米宽的冰层 在几个小时之内已经全部融化 而其他地方的冰层也在迅速地变倒 按说王大福天天生活到黄河边 冰面洞的结实不结实应该心里有数啊 怎么居然就能掉进冰窟窿呢 河面上的冰看起来似乎很结实 那么实际上它到底是不是结实呢 你看到表面上它是一层表实际上 这里头就有着这个红的眼了 所以这个时候绝对就不能走 由于黄河所处纬度较高 下游河道一般年份冬季结冰封河 春初解冻开河 冰水齐下冰岭雍色 水未上涨 形成灵驯风水 这个时期就被称为黄河灵驯期 而这黄河灵驯呢也有文武之分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文开呢 就是按照这个气温挥转的程度 就是直部的一个挥转 再加上缝效缝链 它开的程度要比较是快一些 文开就是因为气温回升和风力导致的冰层融化比较均匀 五开就是黄河上游融化的大块冰层移动导致河道堵塞 3月12号那天最高气温有15摄氏度 风力四级 冰融化的非常快 也比较均匀 就是专家所说的文开 那么五开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五开呢就可能就是出现一些 玩到比较这个街的地方 这些地方呢容易卡边 这事发生在宁夏的一次意外 三个放羊人正在河潭上放羊 突然大块大块的冰块从上游飘一下 把他们回去的路全部堵死 此刻七十岁的王老爷子在河里移动不了 其他12个人也不敢移动 因为一旦冰面继续融化 他们也随时可能会落入水中 因为他掉进去人都惊慌了 害怕了 都着急 这么多人你说他那么多人在里面 他这上面的人肯定看见都心急火燎的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王大夫老人似乎在冰窟窿里已经坚持不住 那么老人落水的地方到底水有多深 王大夫在冰窟窿里泡了半个小时 包头市各安消防支队的战士们急匆匆赶了 我们是南陵黄河 还有大片的湿地 甚至还有湖面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 春季这个熔冰季节 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救援 一些钓鱼的呀 甚至这个开的车过冰院呀 要掉进去县 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救援 本来是钓鱼 结果却把自己掉进冰窟窿 事不宜迟 消防战士迅速的黄河岸边架起10米长的拉梯 把距离岸边最近的11个人先救起 组织了把大冰院组织的是将近有10个左右的钓鱼人呢 把他引导上岸边 这样子就可以脱离了 等于脱离了险境 冰面上除了王大福 不是还有12个人吗 怎么只救起来了11个呢 不远处还有一个 那个人还在不停的走 我们当时就告诉那个人就不要动了 因为怕再有同样的危险情况出现嘛 现在最紧要的是尽快救出陆入冰窟窿的王大福老 那么消防战士会如何救他呢 这时战士张哲文抄起一副救援担架 难道担架会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你就趴在那儿滑过去 趴上滑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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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都是非常薄的兵 人走过去 他的压强会很大 爬得过去危险性也很大 最后我想我们车上的器材也只有担架 他的着力面最大 把那个地爬得上 爬上滑吧 爬上滑 对 原来考虑到这里的冰面比较薄 张哲文想利用救援担架 来减轻人体对冰面的压力 老爷你别搬了 别搬别搬了 别搬别搬了 不要动 来会我就过去了 不要动 老在这个冰面上时间越长 我怕他老人有点意外 一米 两米 冰面很薄 战士张哲文一点点的接近之王大 进去半个小时了 他给一包跑过来 牵住一下 你过去之后就是老人 出去以后就是说话说的有点不清楚 快快快快快点走走走走走 他们的小战士呢 特别英勇 把他们掉下的老人给抱住了 抱住了 还要拔在冰面上 把大神从我身上解下来 打了个套扔给他 以后按上的人把他给拉出来 终于王大福被张哲文拉到救援担架上了 可是大家又担心了 这么小的担架 能承受得住两个人的重量 冰层融化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 这次不仅是王大福 就连消防战士张哲文也落水了 要救两个人难度也更大 而且此刻天慢慢的暗下 被混河岛中间的 还有一个人在冰面上等于救援 他该怎么脱险呢 眼看着落水老人就要被消防战士救上岸了 谁知道又发生了意外 这黄河两岸的人都有吃开河鱼的习惯 那什么是开河鱼呢 就是冰面融化以后水里的鱼 不管是鲫鱼还是鲤鱼 在冰层下经过几个月的静养 味道都特别的鲜美 王大福老爷子他们也是来钓这个开河鱼的 但是现在他在冰水里已经泡了快一个小时了 还有心脏病 万一发病连抢救的余地都没有 连同救他的消防战士现在也落水了 那到底这俩人怎么才能最终脱险呢 一分钟广告之后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开春时节随着气温回升 冰面融化速度加快 不小心落入冰窟的事件时有发生 2009年河北衡水对口村的六岁女孩 一年和五岁男孩壮壮在冰面玩耍时落入冰窟 幸运的是被路过的一名大学生救起 前不久河南宁宁县余楼村 四名儿童同时坠入冰窟 最后只有两名孩子被村民救 不知王大活的命运最终会怎样 又掉了个大病葫芦里面 底下是很大的 当时这个人就都栽进去了 栽进去了当时我们拍片的当时拍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紧张的帮我拍片了 光顾的喊救人了 那个特别紧张 那是很担心的大家的心情都揪在一块 特别是第二次落水的时候 小战士和这个老人一到落到水里面以后 那个瞬间大家心都提到啥声眼睛 哇 解山 解山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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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过这个核子的老人不停 公安下还不停 最后我发表说了 说错过去 还要是等一下会不会遇到你 那么第二天就掉下来 冰已经化了 化了以后特薄 他承受不了他们的重量了 这个要是开化的千万不要再掉了 张的帮你行不行 你把他抱上去 把他抱到冰箱上 把那个冰子都吃了 你不要转 不要硬转 别转 别转 停 停 停 别转 张的帮你能上去吗 你先抓住那个罚子啊 你总是给他不停的那个估计 别动 别动 大爷 你先抓住啊 抓住 别删手 解舌子 解舌子 拿舌子 先拽住他 把舌头再摇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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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啊 找到玩意就惨了 为了吃几条鱼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 真不划算这样 挺喜欢冻掉的 然后就是等三九天最冷的时候嘛 冰冻的后时候 然后再去 现在这会儿都春天了 那冰都快化开了 老人在冰水里已经泡了50多分 大家用什么办法 才能尽快将它救上来 真可兴 救 救 往后推 来来来来 老大夫老人终于有活救 叫什么名字 你家里人过来 叫什么名字 快打开机会 说不来说 别把我提起 没事了 120也来了 把老人参扶到救护车厂 送到医院以后 咱们小暂时 赶快就换衣服 因为可以看见 它从里到外都湿透了 很快 最后一名 混在远处冰面上降雨的人 也被消防战士救了上 13个人终于全部平安脱险 好 行 你可以起来了 放在那边 停上去 停上去 往左表 回家 看 往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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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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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隔五天后 天气更暖和了 当记者到出事地点拍摄时发现 河道中间已经全部是流水 只有离岸50米远的地方还截着冰 尽管这样 但记者惊讶的发现 依然有不少人在河地的另一边凿动钓鱼 在这边 在这边 你怎么能夹几斤 小子 十大几斤二十大斤 这鱼太小了 看那大的 大的也没有 光临大 还没怎么钓呢 没有 刚来 刚来啊 除了鲸鱼还有什么 这里有鲤鱼 鲤鱼 这里鲤鱼大了都十多斤 据说 王大夫老人也是这冰面上的常客 隔三差五就来钓上一次 全家人都提心钓鱼 每天钓鱼 也就是说他平常 这么常人吧 但是70岁的人了 他有心脏病 这人纳闷的是 同样是一条河 为什么有的地方 冰冻的就非常结实 能够承受人体的重量 而有的地方 冰就酥了 原来老人当时所处的位置 是一段流水比较深的河沟 因为流水的不断冲刷 这里的冰要比其他地方融化的更快一些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 河里的冰面是否结实呢 白的吧 这还比较厉害 这个冰要是变了沙 变成河的 那几堆就不能上来了 经历了这次生死劫难 王大夫老爷子身体吃得消满 哎呀 放心吧大爷 谢谢 要换血的吧 不用换血 大爷先换血什么呀 这这这这一辈子跟你说了 不干这这这这这这危险的事 抽风了 他也是早早 听了人家钓鱼钓多了 也不是眼红了是啥的 谢谢 谢谢 没事 没事 坐坐 来 走 十三个人全部获救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王大爷对我们说 以后啊 再也不敢去冰面上钓鱼了 按节气来说啊 现在已经过了春分 气温回升的很快 南方地区早也是一片春意融融的景象 如果您生活在北方 也要注意 冰面是绝对不能再上去了 有的冰面看上去还挺厚 其实冰层已经发酥了 咔的一声可能就会断 咱们呢还是安全第一 不要冒险 一份美好的心情迎接春天的到来吧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今天我们有讲收拾的问题是 节目中的救援发生在哪里 是黄河还是东河 答对的观众有机会迎娶 周奖太阳能热水器一台 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台 一命的操船 钢饼篮球 破旧的鱼篮球拍 无法阻挡孩子们热爱体育的梦想 我相当流行 世界冰箱有光景 谁能实现他们心中美好的愿望 谁又能让他们的体育梦想插手翅膀 敬请观众 让梦想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